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华为P40怎么完美安装谷歌方价 这是华为P40,恢复出场设置 我们先让它进入系统 这台机进入系统 然后为了节约大家时间我把东西卡到U盘里面 现在我们把U盘东西卡到内部存储 从网盘下载也是一样的 OK复制完之后把U盘拔掉 然后开始教程 首先我们找到华为连接IP长按它 更多写压字选择目录确定内部存储 然后回到桌面找到设置 系统和更新 对份和恢复 同意 然后再说 这里 从内部存储恢复 这里选择 有密码是A1234567吗 右下角有提示 这里有提示 这里有提示 点错了 好 恢复完成之后 我们回到桌面 谷歌服务助手 点激活 开始下载 然后去安装1到6 这6个APK 3 1 2 3 4 5 5 安装完这前面六个打开谷歌服务助手 点多一下蓝色这个 去登录账号 这里的话要把加速器打开 多个账号的话一直一起把它加上去 加速器最好不要用免费的 免费的不稳定 还有各种问题 登录不上啊什么的 账号密码错啊各种 我们把账号登上去 OK我们把账号登上去 捏下一步 然后回到桌面 把后台给它清掉 去安装第七个文件 OK安装完之后我们回到桌面 这里通知把它关掉 等一会儿等到它这里会爆错 这里全程的话加速器都是要打开的 清后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后台的加速器不要被清掉 OK已经爆错了 然后我们打开play商店 让它能够正常的显示出来 OK已经正常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关闭所有后台 去安装 device ID 这个紫色的 好安装完以后给它全线打开 这里有个GSF码 OK然后我们关闭所有后台 去应用 去应用 应用关闭 显示系统进程 搜索谷歌 把这个play服务给它相信停止 然后清空它的缓存 清除所有数据 然后我们去安装第八个文件 OK安装完之后 我们回到桌面 先把这个通知给它关掉 我们一会儿要让这个GSF码消失 然后我们再找回来 这个过程 对关闭所有后台 然后关闭所有后台 我们去应用 应用管理 显示系统进程 搜索谷歌 把这个play服务框架这里 给它清空缓存三支数据 清三次 play商店的缓存也清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GSF码已经消失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play商店也能够有报错 假如它不报错 就不可以 接着清一下 它现在这状态是不正常的 把这个错误报告给它删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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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它清一下 好 清除所有后台 再看看play商店有没有报错 ok 这个时候它已经报错 然后我们重启下手机 重启手机之前要把 这个后台给它关掉 重启下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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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找回这个GSF码 假如找不回来的话就要重复我下面这个步骤 首先我们打开play商店 点从4.5到6次 OK 不能正常 我们看一下 GSF码已经回来了 但是有报错 有报错的话就不可以 我们要接着 重启刚才的步骤 搜索谷歌 但是有报错的情况的话 这不行 我们就让它GSF码营销死掉 嗯 这个码还在 但是有错误 所以不可以的 我们要让这个码先消失掉 消失掉就是 重复这个过程 这里清除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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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安装完以后我们 再尝试一下打开 这一下也是正常打开 正常打开 正常打开我们看 GGSF码回到没有 还在 再看多一次 ok 还在 只要不报错 我们去清除掉 play服务的 显示系统病情 清除掉play服务 嗯 又报错了 报错的话 我们得接着弄 接着重复刚才的步骤 接着重复刚才的步骤 一旦 一旦 三旦 三旦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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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安装过程中它只要报错的话 我们就要重复这一个步骤 一直直到它不报错 OK 重启完之后我们直接打开这个play商店看一下 报错 从4.5到6次 OK 它能进来了 能够进去 OK 看一下 这个回来 然后我们把它从后台清掉 只要不报错我们安装 先把这个play服务 相信停止 把它清空缓存 这里清除所有数据 然后我们去安装第九个文件 安装过程中这里都不能有报错 有报错的话就不行 要重新开始 OK 第九个文件安装完我们重启手机 就行 我们重启好之后,看看play上电 我们下个play游戏,看一看是不是已经安装成功了 play游戏 这上面应该不会有报错的,我们也没有关过通知,所以如果他有错误的话,可能是会报出来的 有点慢 这网,应该是有人在下东西,我们现在网络有点慢 ok,网开始快起来 我们这个play游戏 ok,这个不是报错,这个是通讯录同步 然后我们给他全线,他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打开play游戏,看一下 play游戏是可以进去的,说明我们已经完美安装了 完美安装的标志还有这里 这里也能够进得去 这里都是没有问题 而且这里也不会有报错 这个 就算完美安装 ok,然后我们的视频较成 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的观看,再见